幽幽岁月,古往今来 在我国民间,有无数红旧豪杰 刚知不恶,侠肝义胆,为后世传颂 更有不少传奇人物 明察秋毫,神机妙算 成为世人仰慕的智慧王牌 七星连珠奇幻眼 名侦探博物馆,突发异动 沉睡多年的古今神探 分飞苏醒 正馆之宝,明探图,不翼而飞 馆长沈涛被击晕倒地 谁是赵氏元凶,被盗宝物献在何处 古代智慧达人,邂逅现代探案少年 谁才是王牌战队的脑力担当 谁能得到今晚的王牌 唐人街探案队沈勇献身 我是东重新一 队长王元和特工贾霖一起 携手探案少年刘浩然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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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滑稽神探萧央 这探机随会 什么 探案导演陈思成 我是唐人 我是一个警察 更有追凶警员潘月明 康老师今天这个身份是 这回我是白血追凶的哥俩 关红风 关红雨 谭老师走错棚了 报效团队力压对手破悬案 妈妈妈 等我们期盼来 对啊 再见师兄 再见师兄 师兄再见 古人街聪明队霸气集结 队长沈腾和化身展昭的特工欧阳娜娜一起 唤醒铁面无私的少年包青天周杰 原因只有一个 就是隐藏身份 杀人灭口 铁齿铜牙机敏过人的吉小岚张国立 你怎么知道我是吉小岚呢 足智多谋魅力无敌的宇文月灵更新 臣还没有查到 但答案已是昭然若见 仙年智囊扎堆自信满满 要让窃贼即刻现行 我们代表月亮消灭你 唐人街最厉害 古人街古人的派 王牌之战 唐人街神探大战古代智囊团 各种线索扑朔迷离 不要轻易相信任何一个人的任何一句话 就是你 白夜之处 究竟谁才是最大嫌疑人 独心神探前来助阵 有还是没有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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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时间 我觉得是 好吓人啊 破案专家神技能震惊全场 唐人街外传爆笑上演 当陈思诚遇上甲铃 那你是 我是他的养女人 养得够好的呀 又会有怎样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 王牌传声筒难度升级 古今神探披挂上阵 迷雾重重 连猜带蒙 究竟哪个队技高一筹 古古古古 古古古 几个人说完了下了一筐鸡蛋 出来吧大油腻 你的篮子里头有钱吗 古今对垒 各出奇招 究竟谁能解开七星连珠之夜的 博物馆迷团 王牌对王牌 马上解密 开啥 没想到 王牌拼高低 逆光也清晰 马上进入的是 Vivo王牌时刻 小元给大家介绍一下 今天你对成员特殊的身份 到底是什么 我们今天所有来到这儿 都是名侦探 对 我们是 唐人街神探组合 到底是什么 大年初一 大家走进电影院 看咱们唐人街探二就可以了 大年初一 现在各位来到的是我的私人博物馆 我是博物馆的馆长 刚才我晕倒了 在我醒来的时候 我馆内的镇馆之宝 是妾 什么 是妾了 做做鬼 因为我的博物馆是蜜蜂的 身份的线索 最终将有四次机会进行身份验证 成功找到盗贼的队伍获胜 两队特工也将在其中展示自己的技能 帮助队友取得最终胜利 本场获胜队将获得由全国热销小狼九提供的 十万元环保工艺基金 为环保贡献出一份力量 接下来 首先请两位特工明确自己的身份 是我 娜娜 一个个来 不是一个个来 主要是姐姐想跟你在一起拍 就拍不下 那我试一下好不好 唯有试一下 可不可以一下照下我们两个人的脸好不好 照的下代表她的更广享 对 逆光也清晰 照亮自己的美 好 请戴上耳机 喂 咪的身份是 哦 哦 好 我知道了 哦 我知道了 还有 有信息 确实娘 你光拍的也确实美 你光拍的也确实美 什么 啊 脸上有疤 这还用你说吗 这还用你说吗 我当然知道了 我当然知道了 然后呢 我们的新药不是可以照亮包大人的俊朗容颜 谁 啊 真的假的 啊 啊 知道了 好嘞 放心吧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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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可惜了 太可惜了 哎呀 真 可惜了是吧 太可惜了 我现在能够获得更多有效的线索 最终找出那个真正的切在并且完成公益的梦想 好 马上进入的是唐人街传声筒 望开 昔猴 VivoX20全面屏手机 一光也 bri 明明 一光也清晰照亮你的美 本节目由vivo冠名 本节目由小狼酒特约播出 小狼酒全国热销的小瓶白酒 欢迎大家登陆独家网络视频平台 腾讯视频 观看更多节目内容和午后滑须 传声筒规则 两队各派三人进行游戏 每轮游戏的二号门和四号门 分别由两名留学生参与 按键目击者会给出一条方言线索 各位探员头戴耳机 在限定时间内 通过肢体和语言表达 传递给下一位探员 最后一位探员 复述线索正确率高的队伍获胜 并得到一条线索 好了 当然两位特工 在这一轮当中 是有不同的特工能力的 特工贾玲拥有替换本队 一位外国朋友的权利 特工娜娜拥有改变题目 一部类型的权利 好 咱们古人阶队先来 派三位队员出战 谁 那就 那就 我玩这个不厉害 我玩过这个 天天 隔壁下的小虎才欺负我 把这么大的尸体给抢走了 尸体 尸体 不厉害 那行 那小心 你让我开头 我开头 你不不厉害吗 不厉害 我看你有到底有多不厉害 最厉害的 我断腰还是什么 我断后 最后你再断后 最关键的 好 最关键 各位唐人街上几位案件证人 马上就会来到现场 欢迎他们 欢迎二位 王梁 王喽 新样红Vivo X20全面屏手机 逆光也清晰 照亮你的美 本节目由Vivo冠名 抖音越玩越嗨 正当炫酷王牌 本节目由抖音APP 战略支持 本节目由轻吃又好喝的 黑黑轻吃一品 特别支持 听什么 二位 paired 就是 唐人街船深口 对不对 总得有点地方特色 我是曼福 我从珍宝部位来 我是学生 哦 会汉语 好 我是马如荫 我是留学生 我是三 马如荫 你是英文名 马如荫 马如荫 好吧 回他这了 在哪儿留学呢 创媒 创 创媒 创媒 喂 喂 创媒 你听听他俩的那个程度以后 排一下序 要不然到了 对 程度 我觉得女孩啊 暂第四个吧 要不然从第二个就开始走样了 对啊 那你就是第二位 第二位是哪个国家的 你是哪个国家的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他应该是不知道 这个问题是什么意思 国家 塞内加尔 塞内加尔 他现在问题 他不是表达的问题 你跟他说完 他听不懂 这可怎么办 好 这轮小夕 你将听到的是一句方言 你可以听三遍录音 然后往下进行传递 好 来 请放录音 我的杆磕马罗牙子上 卡吐了皮了 我的杆磕马罗牙子上 卡吐了皮了 哇塞 我的杆磕马罗牙子上 卡吐了皮了 好 这句话现在很多观众朋友 都听到过 文字是这样的 这句你应该老熟了 我说我卡马罗牙子 好 板还给我 其实我给他看他也看不懂 对 柏林盖 卡马路牙子上 柏林二 卡马路牙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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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吐了皮了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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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柏林二 柏林盖 柏林盖 卡马路牙子上 卡吐了皮了 卡吐了皮了 哈哈 哈哈 吐了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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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吐了皮了 皮了 你看他怎么说 我这个 打马路牙子的卡吐了皮了 卡吐了皮了 哎呀 卡吐了皮了 哇 哈哈 哈哈哈 厉害啊 打马路牙子 卡吐了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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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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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柏林盖 跟我说 我的柏林盖 我的柏林盖 卡马路牙子上了 打哪里啊 打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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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马路牙子上了 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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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路牙子上了 可 realizar把柏林盖 好 好 磕屠勒皮了 还有一句 好 什么好 磕屠勒皮了 你听懂了 等会儿都稍等会儿 我有点紧张 他一来我让 等会儿就忘了 我的脖雷大 我的脖雷大 我 尖虻 我 我 我的玻璃盖 对 闪到腰了 摔倒了 嘎嘎 嘎嘎 对 我的玻璃盖 嘎嘎 闪到腰了 我的玻璃盖 我的玻璃盖 咱们有 咖嘎 这是天津话 国际老师 我们往前一步 和前面任何队友的交流 到这儿就终止了 请告诉我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你先跟我说 他说的是哪儿的话 这方言 不能提醒 不是方言吗 不能提醒 你得直接翻译 我说 我的玻璃盖 天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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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尴尬 尴尬 这又不是天津话 天津话 没有尴尬 真的是好尴尬 好尴尬 我的玻璃盖 卡在街上了 好尴尬 你问他有用吗 还是问我吗 好 来 宫磊 我 你听到了什么 我的玻璃盖 你看我的玻璃盖 小猕磊 就基本毁在这个环节了 我们问问沈腾队长 我是玻璃盖 磕马路牙子上了 都卡脱了皮了 哪拆去 那还差着半句呢 我交最后一句的时候 人也不学了 人说OK 脱啊卡 卡马路牙子上了 OK 磕脱了皮了还有一句 OK 什么OK 磕脱了皮了 如果各位觉得玩的 还不够过瘾 我建议大家下载同桌游戏 APP去玩更多的网卡游戏 好 来 双方互换位置 拍板就上两个外国人 那接下来还不得上外星人 好了 小游戏准备就绪了 同样 二号位和四号位 到底会是什么样的成员加入呢 我们欢迎他们 帅哥 介绍一下自己呗 大家好 我叫米兰 来自塔吉克斯坦 塔吉克斯坦 好 来多少年了呢 来了 两年多 哇 对 这比我中国话还利索呢 太不公平了吧 这个 太不公平了咱们算是 大家好 一天我是李军 现在我是李白 李白来中国多少年了 我 一天 一天 就是为了节目来 为了节目来的 为了节目来的 为什么要来中国呢 如果你想祭福 如果你想祭福 先 先 完了 如果你想祭福 先 沈腾这回你踏实了吧 行 这个可以 这个可以 谢谢 有你 有你我就放心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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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别被带勾里 你为什么来中国 我再问一遍 我特别好奇 你说才来一天 我真的很好奇 我觉得中国的经济领先全世界 领先全世界 领先全世界 这个厉害了 刘 刘浩然 我这你压力现在就在你身上了 因为那个 叫动作 好 好 现在都已经戴上了耳机 小元 好 听录音 一招把你踢到墙上拔都起 刺都死不下来 一招把你踢到墙上拔都起 刺都死不下来 好难 这个太难 南方方言太难 一招把你踢到墙上拔都起 刺都死不下来 来 小元这句话再 好 可以我给大家看一下 一脚把你踢到墙上 扒上去 撕都死不下来 小元可以了吗 好嘞 我已经想好怎么那个 方言都快出来了 对 准备 第一扇门打开 一招把你踢到墙上 拔到墙上拔都死不下来 一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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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刹到墙上 一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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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心了 放心了 一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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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你踢到墙上拔到去 死都死不下来 一招 一招 白刹来 黄元 这就是黄元说 我已经知道怎么跟他说了 一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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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你踢到墙上拔到去 好 请第二把开始传递 小元绝望的眼神 我懵了 只讲一脚两个字 一招 一招 太快了 尽口的小眼神 哇 一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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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完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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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望 继续传递 一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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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下来 oh no 哈哈哈哈 骑摩托那 哈哈哈哈 一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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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下来 哈哈哈哈 好 最后一棒 一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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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摆下来 一招 一招 摆下来 摆下来 哈哈哈哈 好 导演 发挥你丰富的想象力 对 联想 导演来 导演这个真的是要二度创作了 我觉得这个信息肯定是传达有误的 嗯 更新那个第一句话他说的是东北话 王源是应该四川人 我觉得应该第一句话是从他老家的方言开始 就是 对吧 就是 所以其实 好聪明啊 好聪明啊 哎呀 我好崇拜你啊 好崇拜你啊 因为他那个 而且东北话的普及率毕竟比较高 四川话其实真的普及率不如东北那么高 而且当时我在观察大家那个表情的时候 第一句的时候我就知道 这一句不是一个特别容易翻的话 不是一个像波罗勒卡陀罗皮那么容易记音的话 对 那东北名言 但这句应该肯定不是 东北名言 对 对 但我觉得他应该是跟踢球皮球什么的有关系 最终给我一个答案吧 是什么 就是 踢球 球挂墙上摘不下来了 这得多大力气 谢谢啊 谢谢哥们 谢谢 谢谢 谢谢啊 谢谢哥们 谢谢 谢谢 接下来沈腾队长请派人出站 干谁了 我就是 就剩下我们俩了 来 变差诸鱼少一人 好三位 已经位置已经确定了 我先问一下娜娜 方言题你肯定不会 所以我要问你的是特权你使用吗 娜娜就用了 用了 想变成什么类型 一首歌之类的 二号位和四号位究竟是谁 欢迎他们来到现场 欢迎二位 我叫汤西兰来自俄罗斯 目前是在浙江六共大学读艺术学专业的 这个行 这个行 这个 不错 语言不错 好了 大家好 我叫李明 李明 明天的明 李明 我来自唐萨尼亚 我在最正传媒学院学习 我的专业跟你一样的 波音主持 他学波音主持的 对 你来两句就是王牌的开场我听听 就来一句欢迎来到第三季 Vivo王牌对王牌 来 这个太难了 准备了吗 准备了 好来请到自己的位子上 谁到二号 我到 你到二号来 那你就到四号 请听歌 第一棒直接完蛋 这太难了 这个 什么 心中有天地 歌词可以给你看 再放一遍 你对着再练一遍 来 走 完了 这我都记不住 现在娜娜的状态跟外国人 为什么分别 这是我方打入你方的间隙 可以了吗 我决定直接放弃两句 我们就保两句行吧 哪有自己还减分的呢 可以可以 答对了就0.5分 答对一半就赢你们了 对啊 我决定直接放弃两句 尽可能的多 尽可能的多 因为谁知道他们会答对多少 对不对 来 好 听听 第一个 内敛一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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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心中有天地 天心 我们心中有天地 我们心中有天地 内敛一口气 我们心中有天地 喷 内敛一口气 没喷 我忘了 忘了 我们心中有天地 行中有天地 内心一口气 我们心中有天地 这是 来来来 谢谢 不错 不错 内心一口气 我们心中有天地 内心一口气 我们心中有天地 我们心中有天地 对 内心一口气 我们内心有天地 活生生给改成了rap rap 非怕 内心一口气 内心一口气 我们心工一口气 内心一口气 我们心工一口气 这孩子怎么给说成龙气了 我听着 没错 感觉生吞了一剃包子 什么一口气 想想想那个歌词 床外不准提醒 来 周杰哥往前一点 来 周杰哥往前一点 不能再有任何交流 内心有天地 什么一口气 内心一口气 心中有龙屁 心中有一屁 最终答案 什么内心有天地 胸中一口气 往回找找 你听到了什么 内心里一口气 对 然后 我没听过 我没听过也是一句歌词 这个 内心忘了我 重点是毁在这儿 好 现在双方交换阵容 来吧 行 那咱们走吧 来吧 谢谢两位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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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好 我们请二号位和四号位的两位来到台上 我们这个队要用特权 上次说的你要干吗 用特权 为什么 因为我怕李白回来 这轮你的特权是可以替换掉其中的一个人 你自己来 我自己来了 好 好 好 来 我们请出二号位的这位朋友 不错 请到我身边来一下 很帅 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好 不行 那个 我叫孟科 来自一带一路原先国家塔吉克斯塔 这是送分题 队长 怎么回事 留给你的是二号位 来 请就位吧 都带好了吗 好了 黄老师 请听题 你 什么东西 这是 录音三遍播放完毕 我给你看词 这个可以 这个可以 他没问题 他应该听懂 我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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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话 粤语 好 可以了吗 最终答案意思对是不是就好 OK了 那你必须说方言 你必须说方言 对 一定要用方言传递 要用方言传递 是 你用普通话传递个什么劲 但你根本后半人却不懂什么意思了 没法说啊 好 请开第一扇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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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 方言 方言 我求求她 有了 到了 请假订一下王爷传递 我给你一出 请传递 狗狗狗尬 下蛋了 狗狗狗尬 有狗狗狗尬的 母鸡吗 我是 狗狗狗尬 狗狗狗尬 狗狗狗狗尬 狗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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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狗� 什么呀你不要动手 请告诉我 你听到这句话的意思是 我听到的 它肯定不是这意思 对吧 我觉得肯定跟这鹅有点关系 对吧 有吗 有 骨尬 骨尬骨尬骨尬骨 骨尬骨 肚子大 肚子大 有吗 有肚大的 接近了 对吧 就这意思了 三秒过后告诉我最终答案三 肚子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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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答案是 太难为我了 这实在没法猜 投降吧 我先说这道题 0分 因为没有一句说出它的真实含义的 不是 我觉得这个关键是问题出来谁那儿我想知道 我感觉有可能是不是我这儿 我感觉可能是 不是 你让他重新再说一遍 你说一遍 你说一遍 哥哥哥哥有 哥哥哥哥国旗 其实蛮像的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我也知道了 各个国家有各个国家的国旗嘛 对 对 假人要是不换人吧 对道题还能对百分之五十 被特权用的 都是我的错 来 两队请到台上来 这一轮比拼经过最后的统计算小分 沈腾队获胜 谢谢支持 谢谢 所以这一轮你们将会获得一个进入证据房去寻找线索的机会 同时可以提出一个要求 惩罚对方 有什么要求想提的 他必须做到 必须做到 一般都是这么玩的 打个比方 就是 节目播出当天 找一个自己认为最不好看的艺人朋友拍张照 发给微博说 他是我艺人朋友临认识最难看的 就发给微博之类的 最笨的 最不上照的 下缘 下缘 今天因为我们是侦探的一集 所以就让他们找一个艺人朋友里面感觉反应最迟钝的拍张 可以 反应最迟钝的节目播出当天和他合影发微博 可以就这么定了 反应最迟钝的 反应最迟钝的 不是 你拿给你现拍也行 是吗 真的 对 你现拍 你这是啥意思 你还没明白过来 还没明白 还没明白 这啥意思 确实是反应最迟钝的 好 这个到时候录影的当天一定要发圈的朋友 反应最迟钝的 好 接下来 沈腾队将获得进入政务间寻找线索的机会 你打算派谁去 林更新吧 我 因为我从你们这个照的那个像 跟歹徒说一句话的时候 我就一直观察各位 谁更像 我真的知道 好吧 我大概知道了 现在谁是 我还不敢确定 但谁不是 我真的拿得准 林更新 绝对不是 我们现在在这儿立个招牌好不好 哥 一会儿如果真是更新 哥怎么办 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好 由小心进入 加油 我怎么进 就推文进 我在后面前 你还翻墙呢 你走正道 对 这不是有门吗 推 使劲 对 推像一个洗手间 不逃人街 不逃人街 回来了 今天出来了 来 新哥出来了 没看明白 没看明白 对 你至少说你看到了什么 我这个 我要分享吗 还怎么样 小夕 我提醒你一句 只能和自己队来进行分享 至于分享 分享多少 你自己考虑 你可以选择多说一点 或少说一点 因为也许嫌疑人 就在你们队中也说不定 你自己考虑 不是一个人 不是一个人 对 这个就 对 很难讲了 对吧 不是一个 对 这个有很多种解读 对吧 不是 你们知道线索吗 还讨论 你讨论啥呢 实际上你们咱那 假批假式在讨论啥呢 讨论宵夜呢 有几个在那 包大人过来巡视了 包大人来了 包大人 吃了吗 包大人 包大人这个月牙它像腰果 腰果 你说对的 刚才在猛口拿那个腰果 摘上去 觉得谁 我突然又想起来一个解读 摁着这 摁着这 不是树两场的对吧 他就可能就自灭海异 不是 对 孙岳明演的一个是 对 一是两局 对 孙岳明演的一个一是两局 对吧 对 喂 喂 我是光红峰 故弄玄虚 来吧 我们继续游戏吧 完全听不懂他们说话 你们在商量的时候 包大人一直在按那个月牙 是要掉了吗 一直 是他饿了 他想抠下来吃了 腰果 我们现在是腰果队 不要闹着乱闹 带着干两只包大 代表腰果消灭 就代表腰果 你看他们马上表现就好了 一马表演活跃 表演活跃 对 有点像 为啥是拍明了 因为刚才 因为刚才那个更新提的那个 给我们一点点提示 跟这个拍明有点关系 是啊 他 咱不能说 好 先不多说了 咱们判断就行了 对吧 对 我给双方总结一下 到目前为止呢 得到的线索是很有限的 沈腾队 重点指向潘岳明 根据你们得到的线索 我不知道是什么线索 但是重点指向潘岳明老师 而这边 我们队也指潘岳明 脸上没巴 没巴 后面还会有线索 还会有线索 马上进入的是 古人街探案环节 古人街接连发生了两起离奇的案件 所以接下来就要靠两边的侦探意义来破解了 最终胜利的一方呢 可以获得线索 如果双方打平线索共享 当然马上要为大家介绍的这位 也是特别的厉害 潜意识沟通师 心理咨询师卢文健 我们也请他来到现场换他 王牌拼高低 逆光也清晰 马上进入的是Vivo王牌试图 卢文健先生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 独心神探 这四个字一说出来 我就什么话都不敢跟他讲了 我怕暴露我内心的小九九 你一会儿会帮助到我们的来宾进行破案 所以能不能先小小的露一手 我带了一个对于我来说 职业生涯当中很重要的一样东西 什么呢 怀表 我用它呢 经常会做到一些催眠的治疗之类的 那么接下来呢 我需要沈老师帮我从现场的各位老师中 选择四名老师出来 小心 国立老师 小圆 贾灵 接下来呢我会把怀表交给沈涛老师 然后推卷出来一名老师 过来把怀表装到身上 然后回到原位 我的任务是通过一系列的问话 去大概套出来 谁有可能是藏怀表的人 好 来 我们请四位商量一下 您不能看啊罗老师 不能看 躲起来先 进入到了商量的环境 放在谁身上 放在商量一下 商量一下 放在谁身上 好 我也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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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好 就交给您了 交给您了 好了吗 罗老师 好了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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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接下来就可以进入到这个猜测的环节 从国立老师开始 我说一个词 您听到这个词之后呢 您用尽量快的反应 把您想到的词说出来 哎呦 你算是问的我的弱项 没事 我们试试看 很简单 男人 女人 金钱 财富 美丽 丑陋 温柔 八道 怀表 手表 家琳姐 我心里素贼差 那你招了呗 哎呀我这手心只有汗 我给你吧 盒子 盒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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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抽屉 面包 面包 面包我吃了 说谎 说谎我不会 真实 真实就是我 你才是废话 你现在我就走了 你就过了 哈哈哈哈哈哈 星哥你可以稍微往前走两步 还是一样 天空 小白鱼 小鸟 蓝天 钱包 钱 银行 唱节 怀表 时间 握手 你好 举手 老师 我还说投降呢 好 您可以回到位置 挺乖 一看就是个乖孩子 举手 老师 小鸟来 表演 状态 欲望 没有 他是个孩子 真实 就是我 掩饰 谎言 虚伪 你 回去 得罪人了 我已经得罪人了 别催眠我 佳琳姐 您往后退一步 欣哥 您再走出来一步好不好 您握住我的手 顺手是右手吗 对 那换左手吧 接下来我问您的所有问题 您在心里面给出我正确答案 记住是心里面 但是一定不要通过语言说出来 您穿的是白颜色的衣服吗 是或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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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是一个古装的造型吗 是或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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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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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回去一下 哥 哥 哥 你是一个 优秀的男孩吗 是 或 不是 是 就尽量保持不要笑 对 好 好 不是 哥 你不能问我这种明师哥问的 好 好 你把眼睛睁开 你模仿我说一句话好吗 你说我没有拿怀表 我没有拿怀表 再说一遍 我没有拿怀表 再说一遍 我没有拿怀表 再说一遍 我没有拿怀表 往后退一步 这剩我 剩二位了 我以为我都过了关了 没有 我现在问您的所有问题您都回答是 您拿怀表了吗 是 怀表是你拿的吗 是 是 你是不是拿怀表了 是 你是不是帅哥 是 好 您把手搭在我的肩膀上 哪个手 右手这回 然后跟着我往前走就可以了好吗 我们慢一点 我不往后退一步 您不往后退 我还没排除呢 您的嫌疑还是挺大的 但我问您什么您都在心里面去回答就可以了 但是一定要回答 真的要回答 好 好 怀表是你拿的吗 是或 不是 是或 不是 不是 您回去 您在观察我的兜是吧 没有 没有 那你不要心虚吗 您在看我 您在看我 对 您帮我说一遍 我没有拿怀表 我没有拿怀表 再说一遍 我没有拿怀表 演员就是不一样 您说我拿了怀表 我拿了怀表 再说一遍 我拿了怀表 没有 我喉咙不说 主持人我大概确定了 请问 谁拿了怀表 我觉得是 性格 为什么呢 我解释两点原因 我们再来一次 男人 女人 面包 吃饭 怀表 时间 怀表 时间 那我换一个 我可以换一个 你得过的时间想一个 来 怀表 刚才 星哥跟之前 有出现过同样一个动作 是这样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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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们准备好 要去说谎的时候 其实我们是需要更多的氧气 来去维持的 所以很多人在吸的时候 他会有 比如说嘴巴很干 他会舔一下 比如说咽口水 比如说 吸气 这是一个点 再有一个点就是我们称之为 肌肉阅读 就是肌肉阅读 在这一块的时候 我让星哥抓住我的手 可以感觉到 他在式的这个位置 是有一点阻抗在的 这是一种肌肉的 无意识的强制性反应 所以我觉得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我跟您说一下 您看不到对不对 是国立老师过来 接的怀表 就交给您了 然后放到了小鑫的鞋子里 你把他们两个留下来 你把他们两个留下来 好厉害 确实厉害 老师我问个题外话 您问 有女朋友吗 有 怎么相处是吗 对 这真的太难了 这老师 我再问个题外话吗 你说 您换了多少个女朋友了 老师 你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并且嘴唇有点干 对 没错 好了 我觉得在接下来的 游戏环节当中 卢老师 你可以帮助两队 适时地来进行一些科学的分析 因为两队的特工 可以在不同的轮次当中 向您提出求助 好的 马上进入下一个游戏 一战失窃案 一战失窃案游戏规则 唐人街队负责运送铜钱 而古人街队则设卡查验 唐人街队可将铜钱藏入运输栏中过关卡 也可选择运送空栏 古人街队则可选择查验或者直接放行 注意 本游戏共三轮 古人街队查错两次即为失败 而唐人街队被查出两次偷运铜钱 也将背叛失败 从后面是吧 匡呢 这儿呢 老周 你先 行 坐那儿去 我觉得这样 我来放这个铜钱 你们 特别同意 就是别管了 都不知道 都不知道 没错 你弄完之后你火一火放在这儿 我们谁走谁溜一个走 你弄完你洗衣牌 好 好 请第一位 出场 偷鸡蛋的来了 站住 你的篮子里头有东西吗 不知道 你的篮子里面有钱吗 有 有吧 你的篮子里头有钱吗 没有 你的篮子里头有钱吗 有没有啊 你的篮子里头有钱吗 这是卡迭了吗 是 卡带了 请你拎着篮子 不要抱着 拎着 转个身 拎着篮子转个身 转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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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嘞 放到这儿吧 这杰哥一看小桌 没少杰人别人钱 请问包大人 查还是不查 是他 查 请打开篮子查验 没收铜钱一调 不钱了 可以 判于月明运送铜钱失败 请准备下一位运钱者 谢谢 下一个谁来 娜娜来 我不知道我要问什么 你凭你的知觉判断 来吧 这次还这次 这次运不运 这次我知觉 不运 知觉 我觉得就是放词 我觉得咱们就不运吧 放词吧 就是空的放词 放词 来 请派下一位运前人 来 我感觉娜娜应该比较好对付 对 我怕了已经 好 还来了一位老油条 我的天 那个 你觉得 你是个优秀的男孩吗 你不要问这种 明知不问的问题 那你能这么一根手指 提一下篮子是什么 我手指劲很大的 是什么 还这样 累 有还是没有 我觉得有 按照你自个的想法来 不是 按照你自己的判断来 我是直觉 相信自己直觉 要查 要查就查 要不查就不查 相信直觉 相信第一感觉 查 查 查 请打开篮子 确定吗 你确定查吗 查 都傻眼了 还不查吗 给他看 感觉好几个呢吗 可能 傻眼没有 没有 傻眼没有 最后一波 最后一波 是两位中年油腻男之间的较量 对 比比谁更油腻 你说太对了 出来吧 带油腻 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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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撕成了吸完油以后 就变成了网园 哎呦 哎呦呦呦 侧率有变换啊 这咋把你蹲了似的 查不查 别废话 用一根手指 把筐 这这这这 拎起来 告诉我 筐子里面有什么 有我的爱 你那爱无处安放的吗 要放筐子里 改话剧了 你别瞇着眼睛 看不到你演人啊 筐子里有什么 我这把让你去看的全是演人 来 左手交给我 您放地吧 筐要不要 不 把在我这 只需心里回答我有或者没有 筐里有钱吗 你别动你的手 老师刚才也动来着 这一看就是破玩破摔的表演 这是 筐里有钱吗 筐里 查 查 查 吓一跳 你真的吓我一跳 哥 查 查不查 都已经打开框了 打开框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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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古人街的四位神探 开始进行表演 好 已经准备就绪了 美人手里有一份卷宗 但是其中三位 卷宗是空白的 只有一个人的卷宗上 写着真实情况 美人说完自己的情况之后 可以向他提第一个问题 所有人介绍完之后 有选择性地问出三个问题 最终给出答案谁的卷宗 是正式的 明白了吗 周杰开始 这个世界上 有一个最最严密的监狱 所有的看守 都不是人 是动物 这个监狱 三面都还着河 河里全是鳄鱼 只有一面 就是背后是森林 但是这个森林全是 豺狼 虎豹 凶猛的野兽 就这么一个监狱 肯定是假的 好 周杰卷宗上的内容 可以向他提一个问题 你这个卷宗的第六个字是什么 你说那个 是那个 是那个 这是假的 就是 森 森 森林的森 那这肯定不是了 这个绝对是假的 好 接下来国立老师 就是你卷宗上看到的 世界上最奇特的监狱 关押的是一个机器扫地机 因为机器扫地机 在扫地的时候 将自己年迈的主人绊倒 并未停止扫地 怎么觉得像在背 不像不是毒 我觉得 像国脑的眼 他将主人的血迹 涂抹成各种各样的图案 警方来后认为是 一个犯罪团伙的特殊图案 因此误导了 误导了这个 判案 于是真相大白后 将机器人关入监狱 判了二十年徒刑 这是 这是真的 不好说 现在 接下来 娜娜 你卷宗上写的是 我这个是全世界 唯一是五星级平围的一个监狱 然后有游泳池 然后不用穿那个犯人服 然后可以容纳两百个人 位于瑞典的一个郊区 叫查布达 就这么写 好 达达 你把最后一句倒着念 一个字一个字倒着念 好 002 那容可 可容那200人 有的 我觉得他这个是 有的 有的 灯哥 你的卷宗上看到了什么 其实我都看出来 他仨谁有谁没有了 我这都不重要 世界上最小的监狱 最小的监狱 最小的监狱 50平米 最多时候 可以同时容纳663位犯人 50平米啊 50平米 容纳600多位犯人 是什么呢 都是一个小孔雅儿子 就把脚锁里 身子都往外面 其实是自由的 但是脚是给扣压住的 脚太大的 都像我这脚 都放不了600多 4 3以上不行吗 4 3以上不行 都不让来 刚才那个就算是问过了吗 4 3以上的不行 不是 再问一个 那你跟我闲聊呢 你跟我闲聊 我理你 当然算问过了 还可以提问 还可以提问 想问谁 那个我问一下 周杰老师 有没有人越过狱 有 曾经有一个人越狱了 三天三夜他都没跑出去 最后他没办法呀 他又回来了 他回来跟监狱说我跑出去 算了吧 投降 刚才他没说这段 我觉得假 他刚才没说这段 刚不是说豺狼虎抱吗 刚才没说这个 你怎么编出这么多了 你这一下就暴露了 明显是假的 我觉得应该是娜娜 娜娜吧 我怎么样 我觉得娜娜有内容 娜娜那个监狱名字 是不是叫布拉达监狱 她没说叫什么监狱 就只说在瑞典的查布达 查布达的这个地方 这个郊区 到底是郊区还是什么 乡村 对不起 有没有搞错 他这也太明显了 他为什么会这么明显 就是他 他们怎么人那么多 更新的呢 更新 更新也更了新了 更新已经融入到我们这里面了 没讨论 我看着呢 我听着呢 来 请判断谁的卷宗是真实的 我们的意见可能会有不同 我觉得 我觉得娜娜是真的 最像娜娜 但应该娜娜 这游戏它有一个事情就是 它最像真的那个王王也 没错 是 对 我觉得像就是 如果大家这么不确定的话 咱们就问问老师好不好 对 我说这么一个事 你们都要求助老师 我这么高级的表演 凭什么把我排除了 什么玩意儿物是平米 关六百多人 对 沈涛内明显在胡说八道 我明确一下 要不要使用特权 使用的话老师就给出一个建议 使用 使用 请给出一个建议 我排一下好了 其实一直以来 有三个人是最放松的 那么也就是说她的内心当中 是没有焦虑感 没有想要隐藏东西的意思的 所以我觉得沈腾老师 您应该是没有的 博力老师也可以排除掉 娜娜当然也是可疑的 但是我觉得周杰老师很奇怪 她奇怪的点在哪里呢 就是她有一个细节 就是她一个人在看 剩下三个人都没有在看 现在就是老师排除掉了 国力老师和沈腾哥 那就还剩周杰哥和娜娜 我们都选周杰 腰果 杰哥来 好 请四位同时打开卷宗 向大家展示 三 二 一清展示 博 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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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夭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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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可庆祝的 这是吴老师一个人的胜利 好 好 好了 这轮最终还是选择正确了 所以这轮小燕决定派谁进入正务间呢 这轮我去吧 我自己去 对 好 请进入正务间 终于进去了 来 好 看王元这么快就回来了 好 小燕带回来了信息 确实是没看懂 因为我里边挂了一幅国画 可以共享吗 可以 可以 然后那幅画上面叫 它叫 销香图 销 香图 销 销香图 销香 香就是湖南那个香 销香图 然后作画的人叫 米友仁 就是米友仁 人意的人 米友仁 还有一个 写了一个什么国宝档案 然后就没有其他信息了 和大家来介绍一下米友仁 米友仁 是北宋的这个著名的书画家 米符之子 他以擅长画山水而著名 所以米友仁画的销香图 到底指代什么线索 双方请先讨论一下 销香图 湖南人 我们有没有湖南人 销香图 这位公子 他是东北人 是吗 但我觉得他演的那 你演的那叫什么 哪个香 是湖南那香 销香 销香场的销香 销殷 销殷 这不是你吗 估计老师 你先说说那个 你怀疑我们这边谁 你先你们对先指一个 我现在有点怀疑销殷 销殷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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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我们推你们了 好吧 推您 我们想推您 为什么 为什么推我 因为刚刚王源回来以后 他说得非常简单 就是一字国画 力在那 一张国画 张国力 出来 你确定吗 出来 好 现在双方都目前给出了 怀疑度最大的 这边暂定肖殷 暂定我 这边暂定国力老师 接下来进入侦探艺能秀 王牌跟王牌 唐人和秦峰被警方怀疑是一桩杀人案的嫌疑人 二人经过重重调查 发现真正的嫌疑人 你真没杀人 当家我真没油钱赢了 你知道我去吃凶酒了 自养获得 于是 他们和警方一起来到了嫌疑人的家中 我们是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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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抖音越玩越嗨 正当炫富往嗨 马上进入的是抖音短视频APP经典时刻 穿哪件呢 这件 露得太少 穿 穿这件尖吧 穿上这个一定特别特别的美 来了 思诺 来了 鞋带开了 思诺 你家什么时候买了皮毛体的沙发呀 什么沙发 是你啊 我以为 你以为什么 没什么 什么没什么呀 风 看看 我这身雕好看吗 你这雕挺能装的 什么叫挺能装啊 我看你挺能装啊 你现在看我穿一身雕 是不是小鹿乱撞 快装死了 对了 思诺 我其实呢 是有别的话想跟你说 我不听 我不听我不听 我不听 我还没准备好呢 行 我准备好了 你说 我是想问问你养父一些情况 他最近是不是 完了 是我养父 我 他回来了 看到你快快藏起来 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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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底下 藏底下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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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我是藏人 我是一个警察 这里是不是李先生家啊 是啊 那李先生他什么时候回来啊 不知道啊 怎么了 那你是 那你是 我是他的养女 养女 嗯 养得够好了呀 这是暴条鱼 能当年画了吗 不是 你要干什么呀 不是 我告诉你啊 那个 我爸不一定什么时候回来呢 没点啊 你改天再过来找他吧 我 我找他有点点私事 我今天还有一些私事要处理 你有什么私事啊 这话让你说的 就不信任人家 谈个恋爱什么的 哎 谁啊 完了 我养父回来了 快快快快 藏起来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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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能藏 这不能藏 这是我的私事 开门了 藏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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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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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你是谁啊 你是谁啊 你警察叔叔的招有什么事吗 李养父在家吗 不在 不在家 你养父不在家 不在家呀 那就好办了 你要干什么 小姑娘 你不要害怕啊 叔叔叫昆太勒 对 噢 虚虚是 李养母的高中腾鞋 她是我的丑鞋 我爱她的丑鞋 我去被你的养父抢走了 被她抢走了 被她抢走了 这到底是危险吗 怎么又来人了 谁 可能是我养父 我不能让她见到我 我藏起来 快把我藏起来 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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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 藏哪 别别别 这有人了 藏 藏 藏 那也有了 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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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色 藏 藏 有什么门呢 我在家试衣服呢 试衣服 你上礼拜不是刚买过衣服吗 上礼拜买的衣服 这礼拜哪知道 能不能穿得下呀 孩子一个人在家换衣服 窗帘也不拉 爸 你说得对 我应该去把窗帘拉上 爸 怎么了 你干什么 我换件睡衣啊 爸 干吗 我最近觉得你穿这身衣服 特别特别的帅 怎么会那么帅爸爸 是吗 嗯 那我就穿着吧 那你就穿这个吧 好 谁啊 出来 我可发现你了 出来 你说你小子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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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干什么的 我是斯诺同学 我来给他辅导功课的 哦 对 我也是斯诺同学 我来监督他 给他辅导功课的 是 我也是斯诺同学 你还有这么老的同学 哎呀 时候不找了 我一到回去 爸爸妈妈还等我们期盼了 再见 再见 再见师叔 再见师叔 叔叔再见 啦啦啦啦啦 我的一个仙女吧 哎 你为什么不走啊 我决定在这吃晚饭了 怎么着 认不认识我呀 我不认识 不认识我不可能啊 现在满大街都是我的通缉项 我 杀人嫌疑犯 妈 你这么一说 我倒是想起来 我还在电视的新闻里 看到过这条消息 你面对一个杀人嫌疑犯 一点都不害怕吗 我为什么要害怕你 你不应该害怕吗 也对 你怎么会害怕呢 因为你 才是那个真正的杀人犯 证据呢 宋帕死的那天监控录像里 只拍到你一个人进出工厂 没有第二个人 所以 所以那是你知道 工厂的监控录像 只能拍下来七天的东西 你在七天前 就潜入了宋帕家 然后算好时间 七天以后 趁宋帕不备 你再把他 开上 你可能忽略了 你当时藏在了床下 床下不小心 留下了一个脚印 爸 就算是现场有我的脚印 只能代表我去过他 但是动机呢 我杀人的动机是什么 你凭什么说是我杀的人 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因为你那个女儿 被一个男人给了 你闭嘴 快 快 我刚不小心拿错了 斯诺的笔记本 上面记载了一个悲惨的故事 坏的 把你抓起来 别放开我 谁长军长军 你快帅 放开我 走门 斯诺 对不起 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 思诺 其实 我还有个让我冒冷汗的猜测 那日记本上被人撕掉了一页 你能告诉我 被撕掉那页是什么吗 你猜 恶人是不是该这么想 对 特别棒 那个销魂的小眼神 我的天哪 所以今天我为了要演好这个角色 你知道吗 我还专门看了一下那个笑 吓一跳 吓一跳 心里咯噔一下 这个《谈人街》剧组 今天还把在剧装 用的很多的一些道具 带到了现场来和所有观众分享一下 是吧 都带了什么我们拿上来看看好不好 好 来看看 好 看看 来 对 让道具车 对 头了 厉害了 这个是大衣 对 这个 这个是我自己的风衣 对 因为我们风衣其实 带气 露气的 对 露气 这是我们当时在泰国那件风衣 因为当时在泰国我们里边穿着衬衣 然后非常热 然后就专门挑这种透气性比较强的 但其实我这次去美国的时候 再穿这件衣服 发现已经穿不下了 穿不下了 穿不进去了 长个儿了 好 长个儿 哎 这个板是 这个我来讲讲 对 这就是我们《旁人街坛2》的 那个就是那个《长纪版》 这样就是那些 对 这块是一的 对 这块是一的 对 《唐探1》的版 这个就比较老了 那块是北京爱情故事的 这个对 我的第一部电影《北京爱情故事》的版 都留着 现在都还留着呢 对 13年7月 对 有朝一日 真让我碰上我在那部 我一定把它领着 是吧 很荣幸三部戏我都在 你都在啊 对 浩然见证了我的成长 浩然那句话还 找到了一种情愫在里边 其实当初拍《北爱》的时候 也算是一个刚刚出道的戏 那时候都其实都没算出道 因为《台湾北爱》 我就回去上学了 就没考大学 也没再工作了 对 算是第一次接触电影 所以后来很多作品 都跟着思成导演 慢慢一步一步地 在剧中找到自己不同角色的 一些塑造的方向 对 对 对 这时候我就觉得 彼此见证着我演员的成长 和西路的成长 和作品的成长的两个男人 就应该拿起一杯小狼酒 说都在酒里了 啥也归不需要的东西 你真是厉害 这个小狼酒植入的 我天真的被你带走了 看到目前的线索呢 其实大家有头绪 但又不敢完全确定 我有个建议 两队可以共享 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 就是把真正的凶手给找出来 这就对了 一起来抓这个人 共享 我要跟我同意 新样红Vivo X20全面屏手机 说 不是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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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人最近演了 孪生兄弟是不是两个人 没错 出去 还有一个人叫筷子兄弟 是不是两个人 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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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国立老师 国画 国宝 国立 就是一副国画 立在那儿 一张国画 张国立 我觉得很奇怪 就是两大嫌疑犯 是月明人跟国立老师 如果已经确定了 是这两位嫌疑最大的话 两个来验证 来 请上验证台 验证台已经准备就绪了 现在怀疑度最高的两位 请依次上前来到验证台 用Vivo X20进行一张自拍 现场的声音会告诉你 他的身份究竟是什么 首先 那就拍月明老师 请拿起Vivo X20 我现在越来越怀疑 在逆光的状态下 进行一次自拍 大家请安静 听最后的判断 判定是 这名确实是 我觉得是 竹是一个人 对 确实是板游在吃的 你看他们要 马上表演活跃 表演活跃 表演活跃 有点像 听最终 你不是偷画的人 不是偷画的人 你看 你看 我就说我支持你吧 接下来 你看 假灵 张国丽老师 请用Vivo X20 进行逆光状态下的自拍 一幅国画 立在那儿 与张国画 张国 没想到 三 二 一 你不是偷画的人 你不是偷画的人 小羊 对吧 小羊 请用Vivo X20 进行逆光自拍 逆光 三 二 一 你不是偷画的人 是不是卡带了 说了老笑不说 小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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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一个是 那就没意义了 好 各位请安静一下 最后一次验证的机会 请大家一定要慎重 我们请求神秘人 再给一条线索 来帮助各位找到真凶 各位神探们 现在 我在物证间 放了最后一条线索 相信 以你们的能力 一定能将真相 查得水落石出 那咱一起进去看看 走走走走走 咱都进去吧 走走走走 抖音越玩越嗨 正当炫酷王牌 本节目由抖音APP 战略支持 本节目由 青枝又好喝的 黑黑青枝一品 特别支持 咱一起进去看看 走走走走 走走走 咱都进去看看 走玩一块进去吧 把证物拿出来吧 这样 大家看 这里上面的字写的 此画是座于二月份 但是这里并没有那幅真正的画 他说此图描绘了知名神探 你们每个人的名字都在上面 你们为了破案共同努力 就好像是今天整个节目发生的 每一个过程 没有 根本就没有这幅画 没有人 我觉得就 根本就没有这幅画 根本就没有这个 大半夜的这么说挺是人的 所以他不是一个人 我认为今天根本就没有 这幅画 首先这幅画根本就没有丢 没有偷画的人 我觉得这幅画 这幅画上的人 就是我们所有人 所有的人全是角色名 所以 你们就是这幅画上的人 作画的人叫 你有人 这没有人呗 你有人 所以他不是一个人 他就是为了致敬那些勇于追求真相奋不顾身的人 这是我的推论 这个就是真相 就是我们通话里逃走了 没错 就是这样 对 这一期节目真正要表达的宗旨 向所有追求真相的人致敬 谢谢你们 最终我宣布找到真相的是王源队 有请王牌女老送上王牌 小元队 谢谢 谢谢 谢谢菲菲 好 恭喜小元获得王牌 当然了 这个同样你们将获得工艺金 绿水青山小狼助力小狼酒工艺基金 和王牌家族一起为环保而战 今天就以王源队的名义捐出这份工艺金 谢谢 好了 在节目的最后 除了向那些不断为了追寻真相 奋斗的人致敬之外 再次提醒各位在大年初一的晚上 走进电影院 关注我们的唐人杰 唐二 谢谢 大卖 好 我们在舞台的中间 用我们的Vivo X20 逆光也清晰 照亮你的美 来一张这一期的大合影 来 各位请 节目更多精彩内容 幕后花絮 登陆独家网络视频平台 腾讯视频观看 本节目音频内容细细 网络传播权 由QQ音乐 酷狗音乐 酷我音乐 独家享有 登陆微博王牌对王牌话题 参与节目互动 这将为是联合绿色者将发取 绿水青山王牌守护公益计划 收取绿色包包为爱豆种树苗 与王牌家族到两山 发源地一起守护绿色 治水清雾 感谢腾讯视频 你们有谁见过这个人吗 你们有谁见过这个人吗 高手自在明天